走进校园司令台上写着健康快乐和希望 但想不到这一座司令台 近几年却让校方不太快乐 接下来到对面司令台的另外一侧 这里是台中平邻国校 司令台和周边绿地加起来约50平 学校在1965年建校 这块地没人继承遭收归国有 令人傻眼的是 2016年国产署招标两年后 司令台以52万元售出 事后得标者想卖学校300万价差6倍 但校方没经费只能争取100万元买回 却让地主一撞告上法院 105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出来 在教育局那边来 请教育局来协助征收 但是就是没有回文 我们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就发生这些事情 没有司令台可以用 等于是没有舞台可以展现 是非常夸张 而且都是政府在搞 校方指出不止无辜被告 小学生还少了司令台 对此教育局解释 已经协助学校找律师处理 后续诉讼 毕竟一个国校没司令台 学童没发挥舞台 不论是学校 学生和家长都无法接受 记者陈广瑞 王柏英 台中采访报道 你买雾化器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八瓶以上的 五到六瓶的或是小瓶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快点购 QR Code扫一下 记得哦 帮我输入CTI 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 现在更加意问 别说完 我只需要你 得到大层厅 冸延 冸的